哈囉你好我是小方塊 今天要給各位帶來的是 六個童年回憶裡面的摺紙 首先第一個就是指飛機 再給我講還有人不懂得怎樣摺紙飛機啊 這種東西是剛出生的銀耳朵的東西 如果你真的不會真的是好好反省一下 試飛時間 不知道有沒有用 但是每次看到朋友這樣做 所以一起跟風周圍的吹一下 什麼爛東西啊 第二個就是這個叫做 東南西北的東西 也可以叫做豬蹄 想當年不知道因為這個東西 受到多少的屈辱 每次抽到的都是壞東西 數不止八個角裡面都是壞的 真的是寄給黃書籃拜年 XXX啊 就是這樣子一直玩 仔細看到這個粉紅色的豬蹄 那不就是小豬配襲嗎 第三個就是這個摺紙紙荷 這個相對來說會比較難一點 我以前看見有人摺各種顏色的 然後掛在門口前面當白色 聽說還可以拿來許願 我是沒有試過啦 因為這個是我今天剛剛學的 其實我有看到別的教程 好像是比較難的摺法 每一步都是打底7分鐘的影片的時長 我現在摺的是從一個 只有3分鐘的影片裡面學來的 應該或許可能會比較簡單吧 그리고大家看看 址先不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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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該 馬上再找不斷 我發現你是一定的 就是一瞬 wit 不得可不可以 我們來找大家 我們來看看 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每個人按摺 坐坐 坐 坐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特别难看 难道就是为什么我用了贵时间的原因吗 第四个就是折纸星星 这个需要用到一张A4纸 然后拿来切成16分才可以开始折 我小学的时候也是听说可以拿来许愿的 我看到有人早上早早来这边折 折了一整袋 真的是相当的有同位啊 很快 第五个就是折扇子 这个已经相当安全的扇子就不用我多说了 一点都不能上风但是相当简单 这个在我幼稚园的时候就学会的了 当时只看老师走一遍我就学会了 可以想象有多简单 就这样一把低配版本的木药上就完成啦 最后一个就是折扇子垃圾桶 这个也是相当简单很实用的折扇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学会下去忘记了 这个可以一次折很多个然后放在一起 可说是相当的环保啊 然后给你一会儿乱准备 这个里面直到很老实物 那边就像农蜂 你不是我本人在这里也只是一会儿 你不想分装脚 那边就像粉 你很冷的 那边就像农蜂 你不想把鸡肉 你不想装得 就像挣人 那边就像农蜂 ,你不想把鸡肉 其实本来是有9个的 但是被我删了3个 也就是折子 蓝爪 飞镖和书仙 因为这次在我一完的影片就有特别拍过了 那我就不用特地再拍一次了 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 那么就这样啦 拜拜 by bwd6